一来支持喜爱着原神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 平时在棚里工作时 我也经常会看到演员们休息时聚在一起 研究深境螺旋怎么打呀 联机做活动啊 以及品鉴新出的角色呀等等 可以说大家为原神配音时 都不约而同地倾注着自己的热情 也相信原神项目组能够在未来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玩更新鲜的内容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祝愿原神越做越好 YOH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朋友老恩 啊不对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恩 是香菱和神里凌华的喷嚏演员 过去的一年里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两位角色的喜爱 当然还有开心里 今天我也是特别的开心 那么上一个版本呢凌华和大家刚刚见面 这次的周年庆版本中香菱也会大闲身手 还可怕我高兴坏 跟大家一起走过的旅途也是充满了欢乐 无论是香菱还是凌华 接下来邀请大家多多关照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公子达达丽娅的配音演员于豆 在过去的一年里 深受大家的关照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那现在一年里 不论是作为角色还是作为黄金屋的boss 达达丽娅还是会继续陪伴着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祝各位朋友 学业有成事业顺遂 希望元神也越来越好 有人在吗 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见吗 我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 大家好呀 我是客情的配音演员谢盈 祝元神一周年生日快乐 特别感谢大家从开服以来 对元神还有对客情持续的爱 比心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么接下来的主乐节活动呢 将会是客情活跃的舞台 希望可以给一直以来 关注着客情的朋友们 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也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着客情 这次的表现哦 小伙伴们 好久不见呀 我是温迪的配音演员喵将 转眼间已经一年过去了 到了现在 大家感觉如何呢 屏幕前的旅行者们 有的或许已经是 身经百战的大冒险家了 有的呢 或许还是刚刚起步的新人 无论你们未来的旅途到了哪里 我相信 温迪的祝福 都会随着清风 常伴你们左右的 也不要忘了 常回蒙德看看哦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旅行者们好 我是秦和甘雨的配音演员林素 元神即将迎来公策一周年了 回想起来和元神一起成长的这一年 日子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充实 一方面呢 大家一个版本接一个版本的 录制了特别丰富的游戏内容 另一方面 我们的深游小剧场 也已经举办了一年了 和大家一起度过的日子 总是很快乐 所以希望大家今后 无论在游戏里 还是在生活中 也要一直一直这样快乐下去 大家好呀 我是花铃 是可莉的配音演员 元神一周年了呢 呃 好耶 激动的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希望大家在生活里 也能像小可莉那样充满快乐 要陪你们一起玩元神的朋友 要爱你们的父母 无论是在游戏里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大家都要开开心心 最后 也要祝元神一周年快乐 希望今后 元神也能带给大家 更多美好的回忆 大家好 我是凯亚和戴因斯雷布的 配音演员孙叶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这两位角色的喜欢 那元神公厕一周年的纪念日 马上要到了 这种热闹的日子 自然是要向所有的玩家朋友们 献上祝福了 旅行者们 一周年快乐 祝福大家 无论是未来在提瓦特大陆的旅途 还是现实中的人生旅途 都能够一帆风顺 希望元神这部作品 也可以一直陪伴大家 旅行者赢的配音演员叶宁 旅行者空的配音演员陆英 还有我 派蒙的配音演员多多 给大家拜年啦 说的是元神公厕一周年啦 感谢大家一年来的陪伴 新的旅途 还希望和大家一起走过 好耶 已经不及待的想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了 还想见识一下新的伙伴 真是急性子啊 那么接下来就把画面交给我们 今天的一周年特别节目现场 属于大家的一周年 让我们一起来亲和吧 欢迎各位旅行者来到我们的2011版本 前瞻特别节目 今天依旧是你们的老朋友 大为哥我来担任主持 本次节目将是非常特殊的一期 再过不久 就是元神公厕一周年的日子了 在此 我要向过去一年所有在吉瓦特道路冒险 奋战的旅行者说一声 辛苦了 为此 我们不仅准备了充实的游戏内容 还筹备了丰富多彩的线下与联统活动 希望能给大家多元化的体验 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都能够感受到一周年的节日气氛 以及我们元神项目组 回馈大家的热情 今天 我请了好几位嘉宾来到节目中 与大家见面 为大家分享最新情报 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版本PV 韶光辅约天下人间 跟着我说 三二一 一二三 啊啊 其实最早的时候 海七岛的神社并非在珊瑚宫 但随着那一刀落下 守护我们海七岛的魔神被斩断之后 当初的神社并废弃了 最近反抗局部分军事 出现了唯一的老化成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何谈就可能是陷阱 风风火火的闯进来 一个幼儿 刀妻幕后的始作俑者 又是女士吗 这下总该懂事一点的巴黎 幽魂如塞的旅行者 哈哈哈哈 未经都别想留下 我们再开故乡 保护九条大人 我会倾尽一切来捍卫家族的荣誉 颜唯一切来捍卫家族的雨 每一律步就放弃 露晶的旧条家 三字桂核 每一只甲前雨仁肉 还想夺出我们汗祈祷的一切 对 雷里筹缪 才能凌违不乱 能力连誉不乱 注意到我们械里筹缀 有些愿望 租衣服去商铺 带来圣经 让我想想 究竟是什么 让你再一次来到我的面前 威光无射 刺客 祭灭之时 你该不会以为 单靠你的愿望 就能胜过瘾的意志吧 没错 就是这样 永恒可以把时间拉得很长 然而期间每一个节点 都会变得如比脆弱 今天这种天气 不知为何让人突然想吃些辣的东西呢 你们一路过来应该看到了吧 城里关了好多主乐节的布置 我要参加今年的猪王争霸赛 想请你们当我的美食顾问 有样菜品 想麻烦你帮我试着做做看 不知道今年这两位实力过人的选手 会端出怎样的菜品来 我宣布 本届黎月初王争霸赛决赛 开始 在原神一周年 这个值得庆祝的时段里 提瓦特大陆也将迎来 黎月的传统佳节 竹月节 竹月节是黎月非常有意义的节日 每逢过节 黎月人民就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围住在一起 举杯共饮 共享黎月美食 说到这里 就要先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两位嘉宾 来自原神动画团队的石头 我们IP团队的老幺 李星人们大家好 大家好 辛苦两位资料的同学来到这里 那我们不妨先来聊聊竹月节 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吧 好 大伟哥刚才其实也已经提到了竹月节的一个重要构成 那就是黎月的饮食文化 大家都知道黎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沉淀的国度 而历经千年的传承 到现在呢 美食也自然是黎月人生活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饮食文化也将在竹月节中成为市民生活的一个焦点 那说到美食啊 我在脑海中自然而然的浮现出了相邻的身影 以及黎月很多的小吃摊 是不是好像还听到了 来尝尝万民堂的手艺这样的声音啊 不是不是 很有画面感 当然 竹月节除了品尝美食之外 还有非常丰富的民俗习惯和文化象征 据说千年前在古黎月 人们曾将竹月节与仙人求取仙道这件事联系起来 当然了 民间也对此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 各有各的观点 不过经历了这么多年 传说的真实性已经很难考证了 所以竹月节的含义也就随着时代的变迁 逐渐演变成了 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 庆祝秋季美好月色这一含义 大家除了赏月之外 也还会走亲访友 或者举办一些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之类的 没错 竹月节这个期间 黎月港的外观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部分街道和楼房上会增加一些节性的装饰 一些商家也会趁此机会 摆出自己的摊位 挂上广告来招待顾客 比如说我们身后 这里就有一块竹月节期间非常特别的广告牌 这种感觉很亲切 石头 提网特到了你也会在解释行 搞搞什么促销活动之类的吗 这个可能要看解释行最近的生意如何 不过我觉得现实里的石头和提网特大陆的NPC石头 差别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对 那这次的竹月节是不是会有这么新的故事呢 对我们之前也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说客情将会在这次竹月节 跟我们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对对对我就是最好奇这件事情 能不能给我们多透露一点 好那这次我们的旅行者会跟客情和相邻 两位伙伴一起走遍离乐 深入了解竹月节 并在这个过程中尝试各色的离乐美食 那这次旅行中呢 还有很多许久不见的离乐的老朋友们 也会再次出场和我们一起庆祝 这一离乐的重要节日 好耶 那么竹月节还会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呢 石头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好没问题 那么除了剧情方面呢 活动期间主要会有两大玩法 第一个玩法叫做密曲乐会 竹月节期间冒险家协会在离乐 蒙德还有龙极雪山地区 会投放一定数量的竹月符与悬月宝箱 大家可以从本次探险活动的负责人口中 获取关键线索 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更快地找到他们 打开选业宝箱就能获得奖励 收集这个竹月符则是能是累积的 这是累积的 达到相应的进度呢 就能获得对应的活动奖励 大家又有新的宝箱可以开了 我还记得我们旅行者有一项天赋 叫做绝对不放过视线之内的任何一个宝箱 没错 那我估计可能就算不给旅行者们的题目线索 大家也能轻松地找到 没错 这个玩法的奖励还包含一把新的四星双手剑 弦珠海黄 这么剑的造型好奇特 等等 这不是这条弦鱼吗 是不是很惊喜 全新的造型 全新的体 这把双手剑也会像以往的活动一样 宝宋满精炼的吧 是的 这把双手剑的突破材料也是作为活动奖励给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另一个玩法叫做真要狭踪 大家需要前往各地区的魔物营地 挑战并击败不同的敌人 敌方首领拥有各种特性 需要针对这些特性进行战略部署 挑战前 大家要可以通过摆出各种美食 来获得相应的端艺状态 这些buff会成为旅行者们的强大助力 那大家要记得完成这次的活动挑战 此外免费送十连抽的活动 云流新奔也即将降临 活动期间大家记得累计签到 总共可以获得包含十枚纠缠之源的活动奖励 另外大家的手冲双倍状态也会被重置 在2.1版本更新后 大家充值购买创世结晶时 可以再次享受手冲翻倍哦 这个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过后还会有更有趣的内容 大家不要走开哦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万事俱备 指倩封封 收起 你们要去哪儿啊 午饭不用等我们了 自己去食堂吃 兄弟给你们打个样子 谢谢 谢谢 你好 你好 一事相遇 敬享美味 下一位 一事相遇 敬享美味 谢谢 好 好了 宝贝啊 谢谢 回家再说啊 不是 这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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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一事相遇 敬享 讲出来 一 事 敬享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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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参最后颜色咯 一事相遇 敬享美味 一事相遇 敬享美味 谢谢 原来 你也玩原神啊 各位旅行者 欢迎回来 那么 200版本的魔神任务剧情 大家应该还是有些印象的吧 在新版本里 魔神任务将继续更新 旅行者加入反抗军之后 又会遇到哪些棘手的情况呢 他的决心 又是否能够动摇雷电将军 追求永恒的执念呢 这部分内容 我想请老杨来给大家展开讲讲 好 首先要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 就是到期的魔神任务 将在此次2.1版本的更新中 迎来最终章千手白眼天下人间 我们的到期魔神任务 始终围绕雷电将军 这一核心人物来展开 其实就像刚才大伟哥所说的 旅行者需要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改变当下的局势 进而再一次直面雷电将军 并且撼动他的想法呢 这些离题都会在 这次的魔神任务更新中得到解答 而关于这部分内容 我们将会通过剧情截图的形式 来给大家进行展示 吴小任侠间 居然是被雷电将军砍出来的 好厉害 是啊 不过魔神战争异常残酷 巴运倒在那场战役中化为废墟 据说将军也曾在那时失去了真实的事物 吴小任侠间是雷电将军一刀劈砍而成的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将军在魔神战争中失去的 所谓真实的事物是什么呢 这个的话 我相信通过大家在前期探索 稻妻的土地 大家对稻妻这片土地上 曾经发生过的很多重要事件 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那听到刚才这句对话之后 对于将军所真实的事物 可能也有了不同的猜想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给大家直接剧透 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的失去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对将军的想法有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也许眼兽令和锁国令就是在这种想法之下诞生的产物 对吧 是的可以这样说 这可能也会引发大家去进行一个思考 就是雷神这个人本人他是否如我们之前所见 是那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形象呢 他身上的矛盾点究竟是什么 相信大家也会通过这次的剧情给大家一个解答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吧 有趣 才见面就是一副要找我拼命的样子了 嗯 才这点小时就被激怒了 你好像变了吗 变得不堪一击 伞兵 他终于又出场了 上一次好像还是在1.1版本未归的新兴中的活动里面对吧 是的 对对对 大家不妨猜一猜他这次出场的契机是什么 还有大家之前在PV中也应该看到了 其实有女士的登场 所以说这次到期的剧情有两位执行官同时在到期登场 那也就是意味着他们的登场肯定跟当下的局势有非常大的观美 这个不愧是伞兵啊 这次阵兆也是很大 是 毕竟伞兵是我们的执行官第六席 所以需要一点排面对吧 大家其实应该也已经注意到了 主角来伞兵的时候 来找伞兵的时候 他是有一种非常愤怒的情绪在了 是的 那么伞兵之前说的小事究竟是什么 就是什么样的小事会让主角有那种非常愤怒的情绪 其实这个也要留给大家在今后的到期的剧情中去逐步的发展 对了 散兵的身世来历这一点也将在本次的更新中 会给大家揭露一部分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部分信息 让我想想 究竟是什么 让你再一次来到我的面前 你的余勇 是为了庇护那些民众 还是说 敬见我 才是你的本意 好吧 唯你永恒之人 让我看看你的觉悟 我们的主角啊 终究还是再次直面雷电将军了 是的 又到了话题度非常高的雷电将军的部分 这次见面跟第一次在神像前的见面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 是否能够撼动雷神的想法 又或者说 是否还有其他的手段来改变现状呢 一切答案都在这最后的决战之中 不过将会迎来结局的只是到期的主线故事 是一个关于永恒 愿望以及演兽令的故事 而放眼整个到期的未来 还有许多故事尚未完结 请大家今后也继续期待到期的剧情吧 好的好的 聊完那个新剧情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2011版本的新角色吧 阿尔 啊 哎 嗯 我命十方世界雷鸣平息 愿你今晚得享安睡 我期待一会儿的雷电将军 终于成为自机角色了 是的 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新角色的技能吧 雷电将军神之星 属性为雷 使用长兵武器 元素战技神变恶药开眼 在对周围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的同时 会给队伍中附近所有的角色 增加一个名叫神伐恶药之眼的状态 把雷电将军切到后台这个状态 也还会保留的吧 是的 那这个状态持续期间 除了会与角色协同攻击 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之外 还会提升角色元素爆发的伤害 雷电将军的元素爆发 奥义梦想真说 则会展出梦想一刀 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使雷电将军处于梦想一新状态 同时 他的普通攻击 重击与下落攻击 均会转化成无法被附魔覆盖的雷元素伤害 这些攻击造成的伤害 均被视为元素爆发伤害 并且在命中敌人时 还会给所有的队友恢复元素能量 这个状态下的雷电将军 免疫感电效果 抗打断能力也会增强 那除此之外 雷电将军的元素爆发 还会受到特殊状态 朱怨白眼之轮的影响 队友放出元素爆发技能时 会根据元素爆发的能量 给这个特殊状态积攒怨力 解锁固有天赋 万千的愿望后 队友获得元素精球 或者元素威力时 也会给这个状态积攒怨力 朱怨白眼之轮的怨力 藤树直接会影响到 梦想一新和梦想一刀造成的伤害 而雷电将军的另一个贵有天赋 舒胜之玉体 能基于他元素充能效率 超过百分之百的部分 提升自身雷元素伤害加成 并且提高梦想一新的 攻击所恢复的元素能量 在战斗中 卫队友提供充能 应该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组队的新思路吧 是的 而且雷电将军在元素爆发的时候 会切换成用刀的攻击 感觉还是非常炫苦的 是的没错 在雷电将军的战斗设计当中 我们参考了剑术中的八项之构 上下段姿势 以及纳刀正斩等动作 并且为了表现雷电将军的从容 威严和神性 做出了更独特的动作美术设计 早安 我刚刚读到一段有气的兵法 要一起研究一下吗 下一位是山湖宫星海 一个非常灵巧优雅的角色 的确 我看了过一些玩家评论 觉得星海很鲜 特别美 像是来自大海的人鱼公主 所以星海在战斗中 呈现出的姿态 也是非常灵动的 无论身处何地 都能保持那种非常优雅的感觉 没错 那为了表现星海优雅的气质 动画美术摄影师 也花了不少心思 比如说在设计星海的 这个服装飘带的时候 我们模拟了 它在水中飘动的形态 呈现出了更加灵动的效果 星海使用神之眼 元素自然属性就是水了 使用的武器为法器 它的元素战绩 海月之势 会放出一只外形 很像水母的幻植生物 画海月 画海月会在场上 持续为当前操作的角色 恢复生命值 并对周围敌人 造成水元素伤害 节奏天赋 挟重欲制 还可以在释放元素爆发时 重置画海月的存在时间 星海的元素爆发 海人画雨 会在对周围敌人 造成水元素伤害的同时 为它附着 移来与医 这一特殊状态 增加它的普攻 重击 以及画海月造成的伤害 固有天赋 珍珠玉背 还会给予新海的治疗加成 提升特殊状态 所带来的增伤 在普攻和重击 命中敌人时 新海还会为 所有的队友 恢复生命值 这个特殊状态 还有一个优点 除了增强新海的 抗打断能力 还能使它在水面上 移动一段时间 另外还有一项 固有天赋 叫做海棋鸡菌 则能使队友 在游泳的时候 体力消耗降低 好家伙 越看新海 越像美人鱼了 是的 那说起来 新海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 暴击率会降低 而治疗加成 会获得提升 还有这种特性吗 相信玩家朋友们 很快就会研究出一套 适合新海的装备和玩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为将军大人实现永恒 这就是我的愿望 还有今天要介绍的 最后一位新角色 九条沙罗 九条沙罗的神志眼 属性也是雷 使用武器为弓 我们在设计九条沙罗 战斗姿态时 参考了弓道八节中的 举 拉 会 离 残心 等动作元素 从而体现出 沙罗在战斗中的 活感与利落 技能方面 元素战技 压语天狗 停雷招咒 可以使沙罗瞬间后移 并获得乌语护持 在九条完成蓄力射击时 消耗乌语护持 并在命中位置留下乌语 乌语会在短时间内 引发天狗咒雷符 对范围内敌人 造成雷元素伤害 并对其范围内 当前场上角色 提供一定比例的 攻击力加成 解锁天赋 欲攻移之后 当天狗咒雷符 命中敌人 就会根据 沙罗的元素充能效率 为队伍中的所有角色 恢复能量 沙罗的元素爆发 黄黄千道阵势 会在目标位置 降下天狗咒雷金刚焕 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 此后还将扩散为 四道连续的 天狗咒雷雷力 再次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 这两种天狗咒雷 也会和元素战技一样 提供相同的攻击力加成 这么一看 沙罗也有的比较可观的辅助能力 是 大哥说的完全没错 而且沙罗在待机状态下 和施放元素爆发时 还会展现出天狗的那种乌鱼 形象是非常的勇鱼 是的 很符合沙罗在战场上这种 帅气豪爽的英姿 这三位决赛 在形象上和战斗机制上 都非常具有特色 每一位我都非常喜欢 对 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雷电将军的传说任务 天下人之章 和山祸宫心海的传说任务 绵龙之章 这两个故事 也将在2.1版本中陆续开放 相较于主线之中的形象 也许会给大家带来 他们与众不同的利益 还要大家都关心的那个话题 新角色何时开启起愿呢 雷电将军和九条沙罗 将会在2.1版本的第一次活动起源中出现 山火宫心海 则会出现在第二次活动起源中 另外两把新的五星武器 替草之道光与不灭月华 也将在2.1版本中进入武器起源 有关武器的具体情报信息 还请大家关注官方的后续公报 聊了这么多有关新的角色和剧情的内容 听说我们这次新版本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内容 这是我们的新地厨 对没错 这次新版本将会开放两个新的岛屿 第一个是反航军的大本营 也就是海棋岛 海棋岛是位于到期西部的一个岛屿 岛上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都和明山岛有着很大的不同 而在这里最重要的建筑 就是海棋岛的珊瑚宫 它虽然是反航军的大本营 却被群山瀑布所环绕的景色十分优美 好漂亮啊 海棋岛的环境中 漂浮着很多似有似无的水泡与幻植生物 岛屿的中心 珊瑚宫是一座 像是被大片的珊瑚所拥促着的美丽宫殿 站在珊瑚宫上往下看 可以隐约望见雾气弥漫的巨大漩涡 梦幻而又神秘 与信仰着雷神的道七 其他地区不同 海棋岛的居民信仰的则是海棋大御神 也就是奥罗巴斯 珊瑚宫就是他们供奉海棋大御神的一个神社 由于这样的文化差异 海棋岛的建筑风格 以及巫女们的穿着打扮 都与明神岛的差别非常大 接下来是第二个新岛屿 青赖岛 相信大家通过前几个版本的前瞻节目 和一些游戏内的线索 已经了解到青赖岛的特别之处了 青赖岛被雷暴所环绕 气氛诡异而阴沉 这些正是人们鲜少踏足此地的原因 岛屿本身的氛围也有些压抑 不过青赖岛上也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物的 例如这只守在前赖神社 自称是前赖神社代公司的黑猫 它的名字叫做琴子 好家伙 除了这个财老板 倒机居然还有猫公司 我好喜欢这个 真的想早点去一探究竟 是的 那除了新地图 新版本里还会有非常值得期待的新敌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段演示视频 来快速了解一下吧 好家伙优优独播剧场 好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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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可以跟女士通通快开打一架了吗 是的 这个版本起女士也将成为我们的周常boss了 是的 诶 虽然是敌人 但女士的这个战斗姿态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 配合上战斗的BGM 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美感在里面 是的 女士也有一种非常高贵的气质 因此我们在她的形象和动作设计中 融入了歌剧的一项 并精心设计了她的战斗动作 以及战斗中服装与翅膀的动态效果 一共有六位动画师同学 还有两位动画技术美术同学 参与了女士BOSS的制作 经历了八个月的时间 最终终于完成了这场战斗的设计 在战斗过程中 不仅女士的技能变换多端 她周围的环境也会产生很多变化 并对战斗产生影响 因此玩家在战斗时 不仅要对抗女士的威胁 还需要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相信这位拥有兵与火两重形态 并且技能丰富的女士BOSS 能给玩家带来不一样的战斗体验 哦 那在一口气展示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看一段广告片 来自这个对抗码让大家轻松一下 那么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走吧 现在你是不是熟悉公司还行 这是我们的总裁Albert 嗨 艾总 这是市场部新来的实习生 小明 艾总好 嗯 辛苦了 小伙子 好好干 工作时间一定要认真负责 你先把公司的规章制度给他讲一讲 没什么事 都去忙吧 好的 不要耽误太多的工作时间 前面就是市场部 带你去你的位置窜窜 这就你的位置了 你应该注意到吗 咱们公司老板是个典型的工作狂 工作时间非常严肃认真 也带动了整个公司的工作 比较专注和严肃 务必不要把任何与工作无关的娱乐内容 带到公司来 也不要有任何扰乱公司良好工作份额的信念 你明白吗 那你好好工作吧 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 新来的是医生 你好 你好 我叫小明 请得到指教 欢迎加入我们 谢谢 你是来找可丽丸的吗 那你就不准忘了吗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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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原来你也玩原神 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 我是为雷电将军配音的菊花花 首先 祝原神一周年快乐 非常感谢大家陪伴原神度过了充实的一年 在接下来的这个特殊的周年版本中 雷电将军也将和大家再次见面 我呢 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原神里给这样一位极具魅力的女性进行配音 或许大家已经在之前的剧情中 见识到了他威严的一面 还记得他从胸口拔出刀的那一幕吗 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帅气 不愧是高高在上尊贵无比的将军大人 但是雷电将军的身上也隐藏着许多的秘密 在为他配音的过程中 我会发现原来雷神的身上也有很多复杂性和多面性 那么就请大家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吧 也祝各位旅行者们 在提瓦特大陆后续的旅途中 能够收获更多快乐和幸福 哈喽 原神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配音演员闺娘 很高兴在原神一周年之际 能够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这次我在原神中所配的新角色 这么说好像也不对 之前大家已经见过他了 是因为看上去非常温柔 同时又非常强大的智囊型角色 当然啦 大家好像都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哈 珊瑚公星海 是海气岛反抗军最可靠的领袖 那他给我的感觉呢 从外形上看 就像是从奇幻的仙界落入凡间的小仙女 但实际上 他又和平常的女孩子们一样 拥有十分可爱的个性 当大家进一步了解他之后 就会发现他的一些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了 如果大家喜欢仙海的话 我也会感到非常开心的 最后 祝原神和陪伴原神走过了第一年的小伙伴们 周年快乐 各位原神的玩家朋友大家好 我是为九条沙罗配音的杨蒙璐 非常高兴可以在原神里为这样一位非常英气的女性配音 之前大家应该已经在2.0版本中跟沙罗见过面了 虽然他有着对雷电将军极度的忠诚 但也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丧失自我绝对盲从的人偶 他也有着自己的感情和判断 或许他也并不是旅行者的敌人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拘扣了 接下来还请大家亲自去体验吧 我也期待着沙罗在新的版本里 与各位旅行者再一次相见 最后祝福所有的玩家朋友们一周年快乐 在前面的介绍中 相信各位旅行者和我一样 对2.1新版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 除了逐月节和到期的新内容 石头 你那边还有什么没吐露的秘密情报吗 确实还有啊 确实还有 2.1版本将要上线一个全新的玩法系统和水域有关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猜猜看啊 新的玩法还和水域我难道是钓鱼之类的 对 没错 在2.1版本里面真的是啊 我们将要上线钓鱼系统 各位玩家可以在特定的水域内钓鱼了 哦 果然被我猜对 那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钓鱼系统有什么样的玩法呢 OK 没有问题 那其实啊 先在钓鱼之前 先要制作鱼饵 这其中有不少讲究 不同的水域使用的鱼饵呢 类型也有所区别 完成鱼饵的制作之后就可以开始钓鱼了 其中甩杆的操作非常的重要 只有甩到合适的位置才不会下跑鱼饵 并快速的吸引鱼饵上钩 一旦鱼饵上钩 就是为了能更好的指导动物演员进行动作捕捉 我们有一个同学自己买了很多鱼具 周末去钓场练习抛弯拉杆 结果后来真的喜欢上了钓鱼啊 这个动画同学真的很有趣是吧 那现在每个周末他都会去钓鱼玩了 还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是的 另外为了能够让大家从水中钓出更多品种的鱼 那动画TA同学也就是技术美术同学 通过深入研究Unity引擎机制 将鱼群动画的性能开销 降低到了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同一片水域中就可以出现种类更丰富的鱼群了 那至于到底有多少种鱼呢 在此就不剧透了 请各位旅行者们到游戏中亲自体验吧 钓上的鱼不仅能加工成鱼肉 兑换成奖励还能在不同的区域钓鱼协会兑换成当地特有的 带有特殊功能的鱼杆 进一步的提高钓鱼效率 对了 我听说还会有一些特别的鱼好像叫做观赏 我其实非常好奇它是怎么样的 是的 没错 观赏鱼其实是每个鱼的品种中活力特别充沛的 它可以由旅行者进行养殖 因此我们为旅行者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家园摆设 叫做灵沼云池 在钓鱼玩法中获得的观赏云 都可以饲养在陈根湖的这个池子里 好耶 然后我们在自己的这个陈根湖里 不仅可以做摆设 而种地 还可以养鱼了 是的 那除了这个家园优化之外 我们还会有什么和这个钓鱼玩法相关的这个游戏活动吗 旅行者们在熟悉了钓鱼的操作之后 会迎来我们游戏内的一个新活动 叫做月中王国 旅行者会收到来自到期的鱼狮金井花的邀请 与他一起进行钓鱼特训 并追寻传说中的大鱼海中月 海中月 这名字这个好好听啊 有种这种美妙的神秘感 嗯没错 在传说里 他有着能够实现人们愿望的奇妙能力 诶 真好奇这个神秘的这个大鱼的这个模样 那迫不及待想知道旅行者和鱼狮 最终有没有找到这条传说中的大鱼呢 嗯 这些内容 就等玩家们到游戏中亲自去体验吗 诶 听说这次版本更新后 还会有这个新的活动啊 将在这个盗器城的秘密会馆里 举办一次神秘的乱斗大会 诶 是的 这个神秘的乱斗大会 叫做百人一魁 在这个挑战活动中 玩家需要将角色以两人一组的形式 编成六组搭档 并为每组队伍搭配活动专属的特殊技能 来进行挑战 活动也提供了多个适用角色 来给大家选择搭配哦 哇哦 这个技术听起来很不错 诶 是的 需要注意的是 一支队伍如果在挑战中铸场时间过长 会导致战斗能力下降 旅行者可以使用接棒技能 切换不同的队伍接力进行挑战 每次切换队伍或是击败敌人 都能够积累一定的情热值 那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能够为角色提供战斗能力的加成了 嗯也就是说 我们要让12位小队成员 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才能够赢得挑战的胜利 诶 是的 那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活动之外 本次还会上线漂浮密铃的派遣活动 各位冒险家需要根据凯瑟琳小姐姐 发布的漂浮铃目击情报 安排冒险伙伴进行调查工作 诶没计算的话 那个漂浮铃好像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元素生物 诶是的 所以旅行者们根据冒险家协会推荐的元素类型 去安排人手的话 就能取得示范功倍的效果 完成调查工作后 还能领取协会提供的奖励 诶 那就更不能错过了 另外我们也了解到 玩家中存在这样的一种烦恼 由于陈哥湖的负荷问题 而不能放开手脚建设家园 因此在2.1版本中 我们针对家园系统进行了优化 部分摆设重复布置 第二件仅以上所带来的复刻 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这个好 这样就能展示出各种各样更好看的摆设了 诶 新活动和这个系统的优化信息 相信大家都了解这个差不多了 那么2.1版本还有很多惊喜等待的旅行者们亲自去发现 在原神上线的一年里 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无数玩家的喜爱和支持 在这里我要代表制作组向各位玩家说句感谢 有你们 为了回报各位玩家的支持 在周年来临之际 我们一位玩家筹备了更多的精彩内容 原神的音乐一直是背受大家喜爱的内容 因此我们也做了特别的准备 接下来就由米哈欧音乐总监蔡敬翰老师 为大家带来更多新鲜内容吧 谢谢大伟哥 语行者们大家好 我是蔡敬翰 在大家的陪伴下 Hoyomix和原神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原神周年来临之际 我们也为广大的玩家准备了特别的纪念演出 原神主题音乐会 诶 蔡敬老师 关于这场即将到来的音乐会 有什么可以向旅行者透露的吗 其实呢 音乐会的筹备规划等工作 早在八个月前就开始了 我们希望这次的音乐会 能够为全球的旅行者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对于许多旅行者而言 音乐是登录游戏时最先获得的感受和感动之一 而作为原神的第一场音乐会 我们希望能够复现这种感动 筹备之初 我们原本计划先在国内举办一场线下的交响音乐会 同时保留录播版本 让无法前来参加的旅行者 也能感受这场音乐会的魅力 同时 我们还邀请了 来自美国 比利时 韩国等多个国家的优秀乐团 为大家筹备了一场 与线下交响音乐会风格完全不同的线上音乐会 所以说会有两场音乐会吗 是的 不过考虑到近期的防疫情况 国内的这场线下交响音乐会 可能无法按照我们的原本的计划 与大家如期见面 在线下交响音乐会的筹备工作中 我们一定会遵守国家的防疫政策 在确保大家能够安全参与的前提下严密规划 之后再公布更多的详细情报 而刚才说的 另一场线上音乐会 则会如期与大家见面 敬请期待吧 同时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 也请旅行者保护好自己 陪伴好家人 一起以健康的体魄 迎接我们的音乐会 除了即将举办的原神音乐会 Hoyomix 还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原神的第七章 到期地区的主题 即将与大家见面 原神音乐至始至终的理念 都是以管弦乐为基底 探寻风格各异的世界音乐文化元素 Hoyomix 团队 也致力于在各个文化区域内 寻找最顶尖的交场乐团 和传统乐器演奏家进行合作 接下来有请陈志宜老师 为大家带来新专辑的介绍吧 感谢陈老师来到现场 与我们分享到期地区 主题OS 相关信息 谢谢大伟哥 大伟哥好 旅行者们大家好 谢谢大家对 到期地区音乐的关注和喜爱 原神到期地区的音乐 是由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 东京爱乐乐团 与日本顶尖明乐演奏家们 合作演奏录制 并由日本Sony Music 联合出品发布 之前也和大家透露过 本次到期音乐的录音拍摄 全都是远程连线完成的 这为期一个半月 极度紧张的跨地域 跨文化 跨语言的合作 给Hoyomix团队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过不懈的努力 到期地区的音乐 如期与大家见面了 在到期OST正式上线前 我们有幸能在本次直播中 和大家分享音乐录制的现场画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前往 东京歌剧城音乐会大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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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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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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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指挤家——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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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起来看看客群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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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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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们人请 出发了 目标 元神嘉年华 还好吗 已经 还好 永远 大哥 你能不能把这东西整理一下 我俩实在是没地方做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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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闪耀登场 原来你也玩原神 今天怎么又堵了 可以走啊 原来你也玩原神 看完了这么多前瞻预告信息后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进入二点一版本 畅有一番了 在二点一版本中 不仅有盛大的逐月节 还有到期的新剧情 以及全新的地图 除了游戏更新外 更有线下的嘉年华活动 和音乐会等着大家 希望各位玩家 在二点一版本都能玩得开心 在公测一周年之际 我们也收到了一份 来自玩家们的证理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想与大家一起打开这份礼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嗨 大家好 我是方慧武士 今天是我成为提瓦特旅行者的第三百零五天 我是神探杰洛特 我已经来到提瓦特大陆将近三百天的时间了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双双肩蛋 我们成为提瓦特大陆的旅行者 以及多少天来着 295天左右吧 对 295 喂 快醒醒 喂 其实第一次看到原神的TV 捕风的异乡人的时候 我就被高质量的画面与音乐所打动 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一下子就能感觉到 对 这就是我喜欢的游戏 My favorite companion in game is Klee Some of my favorite moments over the past year have been Klee's story quest the entirety of the 1.6 update her voice line luckily all my new bombs are waterproof and the excitement of what's to come when we finally meet Klee's mom 我不是美少女 所以我今天来守护美少年 我是一本正直守护美少年的伙子哥 最说当初因为万叶 在玩原神的这一年里 每天上线去低不同的角色 已经生了一种习惯 虽说这些角色我个个都想低 但最喜欢的冒险伙伴 还是来自玉三家的安博和凯亚 安博作为游戏中第一次遇见的角色 就像林家的女孩子 接地气又可爱 我非常喜欢使用她 来瞄准敌人的弱点近狙击 凯亚则是在深入了解后 发现角色塑造的非常有层次 有种独特的魅力 人生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很好看 为正直之力呼唤的同时 背后的故事也经得起反复贫困 我们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活动 应该是海灯节 那时候除夕夜马 就和朋友一起在林岳港放消灯来跨年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处于疫情 然后我们有个朋友独自在外地过年 有一个朋友还在海外留学 所以我们就一起相约在游戏里跨年 对 然后那天晚上刚好是除夕 林岳港又飘起了万家灯火 大家都知道非常好看 对 然后我们就四个人俯瞰林岳港 背后是那种冉冉升起的消灯 有一种海上声明月天涯共死时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超越现实 就非常非常的难忘 最开始玩原神 只是因为当时想找个 能打发时间的新游戏 没想到一玩就真的停不下来了 除了原神对每一位角色用心的塑造 战斗的体验和操作手感 是我在这个游戏当中找到的核心乐趣点 早期开荒的时候 我会研究战斗的机制 以及一些副本 boss的特性 并且把它分享出去 慢慢的 我制作的攻略越来越多 关注我的人也越来越多 到现在玩原神也快一年了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 铁瓦特大陆 就像一个专属的自由小世界 可以在其中做许多想做的事情 比如延迟摄影 原神里每一个角色都像被赋予了生命 他们的身世 他们的过往都非常的鲜活 这不免让我好奇 想要更仔细地去观察角色的动作 从慢镜头的角度去探寻他们的一切 原神对于角色设计 总能带给我全新的感受 我自己每一次做慢镜头视频的时候 都能收获很多的惊喜 我自己作为一名游戏从业者 其实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在原神里面 找到了很多关于战斗 以及大世界探索玩法的一些设计灵感 在大世界探索的过程中 我自己还会常常观察 各种采集资源的分布区域以及规律 需要该资源的角色对应的一些故事联系 他会分析各种宝箱的分布位置 以及谜题设计的一些思路等等 战斗这一块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褒头龙王这个boss的设计 褒头龙王由于炎元素结晶的反应 他能够额外获得一些其他的元素力 进行不同形态的攻击 我觉得这个设定挺有新意的 同时我还会尝试分析各个原神角色的技能机制 他们配对之间产生那些元素反应 这些都给了我很多自己去做游戏设计 这样的一些启发 原神让我从一个只会玩游戏的玩家 变成了一个能为原神贡献小小力量 帮助萌新快速成长 帮助社区建设内容的深度玩家 也因为原神我对自己的日常时间规划 也变得更加合理 在上课之外留出时间更新攻略 或者摄取其他内容 可以说这段经历帮助我从中途拖延症患者 变成了一个更高效的人 除了游戏内容之外 我也一直被原神的音乐所感动 不论是在蒙德还是在黎乐 音乐都成了游戏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给了我非常独裁的游戏体验 因为觉得原神的音乐非常好听 就开始自己创作一些相关内容 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我对我做了一段时间 我最后的游戏 我只来游戏中 我也发生了一位游戏 但我也发现得没有人 有更多人 也发生过经历的游戏 在游戏中 可能不过其他人 也发生过游戏 所以我们很久不过去 发生了一位移民 但不过人们 也发生过去 不过很多朋友 我从过过来的游戏 我曾经也发现了 我会失去游戏 可能他们也有点 他们也会玩游戏 我們有一個重點的關係 我們可以玩一起玩 我們可以玩玩樂 如果時間和距離沒有意義 因為遊戲無敗,世界中的世界 我們都會玩 我已經有很多朋友和家人 可以玩遊戲 每一個人都在一起 我們都玩一起來 我們有個團團 我們聊聊天 新的活動和新新的活動 und我們構思組合旅行 我們連任述營的型格和實踪 沒有任何人想到一個任何人想到 都成了這麼突然 在Tayvot'中和所有的 beispiel 和表情緣故做的 而且有個時間 非常久之年 真的要我感到超沒興趣 在一個遊戲 在一個世界 在一個媒體 其中一個我那麼誇張 谢谢元神让我不无聊 元神加油 冲 玩元神的每一刻都是很有趣的 要感谢元神给予我这么多快乐的时间 我一定会永远支持元神 见证元神 我永远喜欢元神 元神真的带给了我很多的乐趣和惊喜 希望元神能越来越好 同时也希望元神能在剧情上 有更多有趣的命题 让玩家们一边成长一边思考 元神加油 衷心感谢各位玩家在过去年里 对元神的喜爱 以及对元神制作组的包容与支持 在未来元神制作组会努力支出 更多高质量的游戏内容 为大家提供更丰富 更有趣的游戏体验 让大家能在提瓦特大陆 拥有更多难忘的经历 希望元神能一直陪伴各位旅行者 走得更高更远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